请不吝点赞 订阅 知嫂 我这一走啊 甘娘就全靠你了 你放心吧 甘娘我会照顾好的 那我就拜托了 信宝啊 老爷 用我的轿把于大人送回去 是 老爷 请 我还是自己走吧 告辞了 你 本想让他换个地方 没想到大王竟把他发配到边陲去了 那个地方苦啊 我这心里还真不是滋味 于是位 各位 你们都是大王的带刀侍卫 我跟你们共事多年 如果我鱼公往日里有所不周 还望兄弟们担担 我近日就要离开国度 离开大王的身边 所以我今天特别搏酒 跟兄弟们 许许旧 道个别 这是我这几年来 在大王身边做事积累的点滴体会 这些书签里 记录了一些大王的生活习惯 或许对你们有用 弟兄弟们 王后大王的安危就拜托给各位了 于公 敬各位 给 拿好了 谢谢啊 来来来来 我没醉没醉 痛开啊 来来来 接着喝 紫玉 你这云 真是 紫玉 紫玉 你别走 你等等 紫玉 你等等我紫玉 紫玉 你不认识我了 我是于公 我是于公 我是于 于 孫 于公 你不认识我了 你是谁啊 你醒了 我这是在哪儿 这是我家呀 昨晚您喝醉了躺在街上 是我找人抬您回来的 我喝醉了 嗯 是是是 我是喝酒了 姑娘 谢谢啊 给你添麻烦了 不 应该是我感谢您才对 大哥 您叫于公是吧 对啊 你怎么知道的 叶娥拜过恩人 恩人 这可从何说起啊 您是不是认错人了 快快请起啊 不 不会错的 名字没错 长得也像 您还记不记得 五年前您曾救过一个姑娘 当时他们家欠别人的钱 被拉去抵债 是您亲郎相助救了她 我想起来了 我还记得很清楚 那个姑娘就是我 那个姑娘 真的就是你吗 当年我才十几岁 已经过去几年了 当时我听您的朋友喊您于公 这个名字就深深地记在我心里了 后来我一直不停地找您 想把钱还给您 可是始终没找到 直到昨天 您喝醉了 不停地喊着紫玉 还说您就是于公 我才知道 我要找的恩人 正是您 姑娘 让你见孝了 恩人 您叫我月娥就好了 好好 月娥 那 你的母亲呢 我娘 已经去世一年多了 现在家里就我一个人 对不起啊 是我多罪了 不 恩人 您的钱我一会还给您 你别叫我恩人 我听着别扭 那些钱 我既然给出去了 就没想过再要回来 月娥 你 就叫我余大哥吧 余大哥 您一定饿了吧 我去帮您端饭 不必麻烦 已经做好了 您稍等 我去吧 余大哥 余大哥 嗯 爹 娘 娘 本来我是想接二老到国都来想几天轻浮 可是怎想 我却被发配到边陲开荒种地去了 孩子 常言说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事情既然出了 就听天由命随鱼而安吧 是啊 哎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爹 娘 儿子 即日就要启程 只好委屈爹娘 明天就回侍封村 让爹娘 经历长途跋涉之苦 儿子 内心有愧 儿啊 我和你爹商量过了 这一次啊 我跟你爹本来不想来 如今我们也不回去了 我儿到边陲去种地 干别的 我们不回 种地 伺候庄稼 娘比你强啊 娘要帮你一把 娘 万万使不得 边陲路途遥远 条件坚固 再说 连个县城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你们连老体落 怎么能受得了呢 还是回侍封村吗 好歹 还有几件老窝 还有急请薄田 孩子啊 你好过的时候 我们没来看你 我们放心 现在你被贬落难了 当爹娘的 能不管吗 一家人在一起啊 再苦再累 心里也踏实啊 不行 我怎么能让二老 跟我去受苦呢 你到哪儿 我们就跟你到哪儿 爹 娘 儿啊 是儿子不孝 是我连累了你们 爹 娘 来 鱼公 鱼公啊 南将军 我来送送你 送送大叔大娘 大叔大娘 一路多保重啊 好好好 鱼公啊 我佩服你是条汉子 可是你这脾气秉气不改 早晚还得吃亏 谢谢南将军提醒 就算吃亏是福吧 事已至此 说什么也没用啊 边陲比不得国都啊 你要多多保重 鱼公啊 后会有期 南将军 我这一走 有可能 咱们就后会无期了 来 我想南将军告别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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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新 你不是说要教我法力吗 都这么多天了 怎么还不教我啊 真是个傻丫头 你说 你现在最想要什么 我希望这儿 开满花 你想要花的话 你手一指不就完了吗 试试 怎么指啊 指还不会嘛 你就这么 随便指 真的开花了 好 跟贝西法似的 小魔女 花呢 怎么没了 大新 大新 不是你的法力太简 是有的人 促劲太强了 把你的花 全泡化了 亲娘娘怎么那么凶啊 帮打理她 她叫那德行 别放在心上 你说 你现在还想要什么 你不是说 你现在还想要什么 要让我力大无比吗 那我怎么才能知道 我有多大劲啊 看见那边砍柴的那个男人了吗 看见了 你朝他打一仗 我站这么远 能打到他吗 你不打你怎么能知道呢 那我试试 啊 天哪 我离这么远 居然把他给打倒了 他是不是伤了 不行 我得去救他 你用两条腿啊 两三个时辰都跑不过去 你这个小笨蛋 你会腾晕驾雾啊 我会飞 你是谁 大哥 大哥 大哥你醒醒啊 大哥你没事吧大哥 大哥 娘娘 她已经死了 死了 不会啊 我只是这么轻轻一打 她怎么就会死了呢 你这一掌打下去啊 她是武藏俱罪 经脉阻断 能不死吗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为什么不跟我说清楚 我有这么大的法力 为什么要给我找一个人来做靶子 你太残忍了 好了娘娘 好了 别生气了 毕竟你也是无意伤人嘛 你把我的法力收回去吧 我不要什么法力 我恨我自己 我恨这个法力 我恨你 你记住 你是山神爷的娘娘 你必须拥有 比王巫山和太行山上 所有精怪都强的法术 这样才配做 操蛇神的夫人 这不是紫玉娘娘吗 嗯 娘娘假到有谁远迎 恨罪恨罪 我来是想问一下二位 今天死了一个打柴的男子 他是不是到了你们这里 既然是埋在我这个管界内 那自然要到我们这里来做小鬼啊 是啊 那我能不能请求你们 帮我善待一下这位大哥 行吗 爹娘 那前头有一户人家 咱们去淘口热水喝 再往前走就会越来越荒凉 恐怕就只能喝凉水吃干粮了 肚子也饿了 妈也乏了 妈也乏了 是该歇会儿了 这一路颠的 我这把老骨头都快散架了 好 爹娘 来 喝口水 好 好 来 你也吃点 不不不 您吃吧 喝水 刚才啊 我到前面向路人打听了 这已经是大支国最靠西的边境了 再走几十里地啊 就到了麒麟国的领地了 走了这么久 总算是倒边了 这里四周啊 我已经看过了 地势开阔平台 阳光充足 土地还算肥沃 离这不远处 有清洁的水源 嗯 往南走三十里以外 还有一个边境集市 起码一个时程就可以到达 嗯 我觉得 这适合 开垦耕地 不如 就在这里安家落户吧 不知爹娘 你们意下如何啊 哦 你眼光不错 这地方 种地生活都行 咱们就在这住去了啊 哎呀 正好我也实在是走累了 早盼着有个落脚之处呢 我看这个地方啊 还真是好啊 咱们就在这儿吧 啊 既然爹娘同意 明天我骑马 到边境集市上 买些工具 还有粮食 然后我就 到山上砍些木材 再割些茅草 盖两间茅屋 种粮食的种子 我从国都都带了一些 我想用不了多久 这里就会 庄稼满地 绿树成荫 要把这人烟稀少的边陲 变成良田沃土 也是一种成就 值得自豪啊 当年啊 我们的祖先 逃荒的时候 误入了太行山 和王巫山的深沟 那里啊 既没有人烟 又出不去 他们索性 就在那里扎了根了 盖房子 开荒地 祖祖辈辈 从此繁衍生息 才有了今天的石凤村 咱们哪 向祖先学学 把这儿建设好 离开了石凤村的恩恩怨怨 告别了宫廷的是是非非 我什么都不想了 从今往后 我们就要靠自己的双手 来养活自己 这也算是 报效国家了 好 好 大仙 好消息 好消息啊 好久没听到好消息了 说 听说大之国大王险遭遇刺 鱼公因为失职 被大王发飞到西部边陲 开荒种地去了 消息可康吗 假不良 鱼公被贬到西部边陲 那咱们的仇也还报了吧 哈哈哈哈 好 没想到这仇这么快就可以报了 下去下去下去 那西部边陲可不是我滚下的地盘啊 我怎么收拾他 那好吧 咱们派几个兄弟直接过去 把鱼公杀了 不就一了百了了吗 大仙 不能杀人 会遭报应的 大仙 看来他的记忆 还没有洗干净吧 他还是旧情难忘 什么旧情 对对对 不能杀他 不杀了 跟紫玉待了几天 变得心慈手软了 不容易啊 闭嘴 我就愿意跟人玩 如果我要一刀把鱼公给杀了 那多不容易啊 我就要慢慢的和他过招 叫他活不好死不了 我要让他知道 跟我操蛇神作对 就是生不如死 大仙 我明白 要让鱼公 像你身上那条花蛇一样 慢慢的攻你玩 滚蛋 他鱼公能和我的花蛇相比吗 我这花蛇修炼了上千年 在我的手臂上 那是他的荣幸 跟老蛤蟆来当我的宠物 我还不要你呢 我不配 我不配 幸福又不配 爹 娘 别干了 快歇着吧 别累着啊 还是有点事干好啊 这样还能打发光阴 比闲着强啊 儿啊 你赶快到集市上买点农具 早开荒种地啊 要不然季节不敢烫了 你爹说的对啊 不能等啊 不务农时 还能赶上啊 种一季庄稼 我知道了 大仙 准备怎么慢慢玩弄鱼公啊 这王屋山太杭山出了再大的事 那也不叫事儿 那也不叫事儿 现在鱼公这小子 不在我管辖的地盘了 咱们应该想一条 两拳之策 既让这小子吃不了兜着走 而且呢 我们还不添麻烦 大仙 您忘了 咱们还有大力神兄弟啊 他们在三间内可以任意行走 谁也不敢惹啊 对啊 我好吃好喝伺候着 现在也该为我做点事儿了 依我看 鱼公那家伙 不是恨这大山吗 咱就让他栽在这大山上 细细说来 大仙 我有个馊主意 这大之国王 不是让鱼公到西部边陲 去开荒种地吗 咱就请大力神兄弟 背两座 连鸟都不拉屎的乱世山 房前务后两面夹起 把鱼公堵在家里 他山下无地可耕 身上全是乱世 让他出门就爬山 不怕他气死 也要怕他内死如何 只有你这个老怪物 才能想出这种忧毒又损的硬招 来 娘 回来了 爹 你说咱开的那块地 是种小麦好还是种土豆啊 种啥都行啊 咱开的那块地肥得很 种小麦长小麦 种土豆长土豆 没有不长的 是吧 我说你们爷儿俩 是不是应该在屋后开块菜地啊 这样再种点蔬菜瓜果什么的 咱吃的就都齐了 好好好回头就干啊 娘听你的 对对对对 你娘说了算 不行不行 这违背天条祸害人间的事 我们不干 曹世神大哥 在你统下的王无太行 干点坏事还好商量 让我们跑到外地去害人 万一当地哪层大臣知道了 再把玉状告到天庭去 那我们哥俩不就惨了 就算玉记不清楚 干我们老庭知道 那也不会有好谎子吃啊 您哪别害我们哥俩了 我说你们哥俩 这力气比谁都大 可胆子比谁都小 总想跟我一样 当着逍遥自在的神仙 就啥也不敢干 岂不是白白浪费了一身的力气吗 曹世神大哥 不是我们不愿意帮你 你在这儿是屠玉皇 干什么都行 可我们哪成啊 上你这儿喝点酒 回去老娘都得省半天呢 你们老娘真厉害 都赶上母老虎了 说什么呢你 不是母老虎那是什么 这个老怪狗嘴也投不出象牙来 得罪得罪得罪啊 其实啊理由我都替你们想好了 有谁过问你们就说 大理神闲来无事想活动活动筋骨 因而选了个荒物人烟的地儿 卑卑山累了法力 没想到无意中给愚公带来了不便 怎么样 就算没这么麻烦 我们哥俩力气再打 被两只大山飞机流汗的事 那我们又何必费那么大劲 去找一个凡人呢 你们是大理神吗 被坏小石头 那是三次小孩干的事 两位 本大仙知道 你们俩一直喜欢狐狸精姐妹 如果你们连这点忙都帮不了 恐怕他们俩 对你们不会中意吧 啊 对不对啊 就是呀 赶快答应大仙 不然就不能在一起了 大理兄 就赶快答应大仙吧 是不是啊 快点答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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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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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 大叔请问 翻过这座山还要多久啊 那还远着呢 得两天的路啊 一直往西走 好 谢谢您 不客气 于公啊 开黄都累一天了 早点歇着吧 我这就歇了 明天没见 那 transaction 走 只割下 又回来 闹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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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往前 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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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咋了这是啊 没有 这是 怎么回事啊 这是怎么了 这一夜之间 怎么会冒出两座大山呢 你说这 这山 这山又没长脚 怎么 怎么自己跑来了 都到咱们房前屋后的 这是怎么了呀这是 玉公啊 肯定是你得罪了山神 神神报复你 故意和你过不去啊 天哪 你哥这可怎么办呢 大山都在他们门口 今后可怎么办呢 哎呀 玉公啊 我叫你不要得罪山神 不要得罪山神 可你呀 就是不听 这下好了 山神追上门来报复我们 这以后 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哎呀 你就少说两句吧 事情已经这样了 埋怨有啥用啊 现在关键是想想法子 有什么法子可想啊 这山又没长脚 咱也搬不走 躲在这门口 住不去进不来的 咱们怎么在这生活呀 我们只要到山外 再去改建新的 孩子啊 该颠实一点 要不然一阵风吹过来啊 就卷跑了 嗯 你小心点啊 嗯 大力神兄弟 你们辛苦了 我们兄弟是谁呀 咱们是大力神 最不缺的就是力气啊 愚公现在恐怕肺都要气炸了 大仙 我真搞不明白 你是怎么修炼成神仙的 要说我怎么练成了神仙 那可是有一段故事 好吗 老怪 给娘娘讲讲 当年呐 三界大乱 太白金星和赤脚大仙夏凡 选玉皇大帝 相中了张家湾庄主张白忍 于是啊 太白金星那帮老神仙 就一起释法 把张白忍家的所有家大伙 还有大宅院都八院升天了 对不起啊 我那石名叫小柱子 是张家的家丁 我就偷偷地藏在他家的床底下 一块儿 升了天成了神仙 后来啊 玉皇大帝就派我驻守在这个地方 做了镇山大仙 我跟玉皇大帝的关系 你们谁能比得了啊 谢啊 谢啊 大仙 你也不能仗着和玉帝关系特殊 就为所欲为 无法无天呢 放肆 别以为我喜欢你 宠着你 你就不知天高地厚 就可以在我面前指手画脚了 我告诉你 在这方圆七百里的地方 还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 大仙 世间之大 就你这方圆七百里吗 总有一天你的客星找上门来 你会后悔的 你 谁说这方圆七百里没人敢冒犯你啊 这小娘们刚来几天 就在你头上拉屎撒尿了 他娘呢 这两个女人都不是省油的灯 哎呀 娘娘 还生我的气呢 谁敢生你的气啊 我是生我自己的气 那好了 好了 别生气了啊 哎呀 不管怎么说 我也是这里的主宰呀 你这一点面子不给我 我不该向你发火 你也别记恨我 我还从来没向谁说过软话呢 谁让我喜欢你 宠着你呢 我才不要你宠呢 不是有很多女人 被你发配做苦意去了吗 你干脆也把我发配得了 那可不行 是 我有很多的女人 可是没有一个 像你这样美貌的 特别是 你身上那股芳香 我这一闻哪 哎哟 哎哟 真迷死我了 哎别生气了啊 你要再生气啊 我可心疼了 你还知道心疼 我看你早就没心了 要是有心的话 你才不会做出这种缺德的事呢 你 要是换了别人 都死了十回了 大仙 于公达 大仙 于公那家伙把家给搬了 又到别的地方搭起了茅屋 我就不信我困不住他 你告诉大理山兄弟接着背山 把他的茅草房围成铁桶 让他永远向井底之蛙 我看他盖房子快了 还是咱背山快了 去 是 大仙 我马上去找大理山兄弟 哎 等等 这件事情 千万不要跟紫瑜娘娘说 是 否则的话 他又要跟我闹了 记住了 是 这叫谷水点豆腐 哟哟哟啊 他爹呀 快点儿 这是怎么了 你快来看哪 你快来看啊 这又怎么了 这是怎么了呀 战神哪 难怪我儿子不敬你呀 你也太欺负人了 老天哪 你让不让我们活了 娘 娘 站住 你是不是叫大理神兄弟 又去背山了 没有啊 骗我 我看见他们俩浑身是土 我就纳闷了你说 你为何总帮鱼公说话 你跟他有什么旧情吗 你什么意思啊你 我连鱼公长什么样 我都不知道 不管是谁 我不希望你去伤害别人 子瑜啊 这人间有句老话啊 马善被人骑 人善被人欺 你懂吗 那鱼公老是挑战我的神威 我要是不给他点厉害 别人能把我放在眼里吗 大心 你的厉害 只能让这里的三界生灵怕你 但是不能让他们服你 我求你了 放过鱼公吧 好好好 我这可是给你面子 狐狸精姐妹 你们去告诉鱼公 如果他答应我的条件 我把他房前的大山搬走 留下房后的大山 一事惩戒 大仙什么条件 他没可能 秘宫